安俊豪 安俊豪參加歌唱比賽節目 《亞洲星光大道》後簽約電視台 不過初期一直擔任主持 後來參加台灣歌唱比賽 誰知因為合約問題出不到鏡 七年後終於簽約唱片公司 被安排參與韓國選秀節目 Produce 101 但又因為不懂韓文而入不到位 Simon 的演藝路充滿一個又一個關卡 他首新歌《卡關達人》彷彿就是他的故事 其實當我們在人生中卡住了的時候 其實我們有時會覺得很氣餒 或者很辛苦或者沒有希望 但其實反過來看 當我們去打遊戲的時候 有時我們都會在一個關卡中卡住 但我們是不會有這些情緒 我們只會一路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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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直至到爆機為止 Simon 曾經在跳舞比賽 亞洲星光大道升級舞鬥奪冠 新歌嘗試加入舞蹈 不過拍MV跳舞的時候 竟然覺得害羞 小小的時候都跳過一下舞 去到現在這個年紀再去跳舞 其實自己都有點害羞 還有這個MV的場地 都有20-30個工作人員 看著我跳這件事 其實都有點尷尬 希望幾個MV裡 大家都不會看到我尷尬的樣子 Simon 不怕面對挑戰 他說選秀比賽的時候 已經練出抗壓性 以前其實比較純粹 那時候純粹是 我喜歡唱歌 所以我要參加比賽 參加比賽我就希望可以留到下一集 因為那時候我們那些歌唱比賽 每個星期六一集 每一集都有可能被淘汰 一集都當自己是最後一集的時候 其實都沒有什麼壓力 OK